上海的朋友们都处于风控当中 但是曙光越来越接近来临了 在经历了核酸检测 一轮核酸检测之后 上海提出来今天进行抗原检测 明天再进行核酸检测 那这个抗原检测 浦东的很多人已经体验过一次了 这个抗原检测也被大家称为全家统 它免去了你出去排队 这样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在自己家里面通过家人互相 或者自己自己捅自己 就能够获得这个数据 这个东西也很简单 两道杠就是阳性 如果没有两道杠就不用管了 就是阴性 当然如果你不管你检测出任何的结果 都是需要去提交的 要提交到目前来讲的叫做什么呢 意测答 打开微信搜索意测答小程序 点击新冠抗原检测去记录 这一项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老人来讲 比较困难一点 可能还是需要子女们去指导 或者志愿者去指导他们进去 把相关的资料填好 上传抗原检测结果 上传检测试剂结果照片 填写采样方式 采样时间 检测结果 试剂信息 如抗原检测试剂盒上 没有二维码 则无需填写 这要注意 因为大多数人看到都有二维码 但可能就没有 而同样的查询呢 打开随身办APP 随身办支付宝小程序 随身办微信小程序 点击进去 要进入服务 有一个叫抗原查询 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结果了 所以这个过程来讲大致如此 那操作起来 应该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网上也有很多视频 讲得更清楚 手把手的教你去做这个事 所以为了明天 今天的抗原检测 大家应该行动起来